知名的直风车与绿光剧团 位在新北市巴黎的工作室 凌晨发生了大火 现场所有的道具 不仅灯光等等演出器材 通通复制一具 当时还有一名经理在里头加班 受到波及受了伤 紧急送医治疗 因为这火场位在山上 路线复杂缺乏水源 消防队利用水线接连 也担心铁皮建筑倒塌 同时出动了灭火机器人来支援 火势在一个小时之后顺利控制住 不过燃烧面积超过了500平 损失金额超过5000万 文化部表示将会立刻启动 文化艺术团体急难补助机制 最多2000万元 要全力来协助剧团渡过难关 熊熊大火不断窜烧 仓库整个陷入火害 祸事相当猛烈 消防队员抵达现场 赶紧布水线灌旧 但就怕铁皮屋顶收高位影响倒塌 随即派出灭火机器人 进到火场内协助射水 爆炸大概5、6升 从后面烧嘛 然后一直门门烧到这边 6号凌晨蛇点多 新北市巴黎渡船头 这些铁皮厂房突然发生火警 而这里就是知名的 直风车与绿光剧团所在地 请将研判起火点 疑似在办公室附近 燃烧面积大约500平 因为里头都是摆放道具 出股损失金额超过5000万 而火警当下还有一名经理 在里头加班 逃生时四只有亮度烧烫伤 紧急送往淡水 马监医院治疗中 我第一个问的就是 人有没有事 有事严不严重 最重要资产是人 人没事就好 那第二个才是 我们看到的后面这个东西 已经在这个厂房这个地方 已经使用20多年 创团开始1992年 12生肖 所有的布警道具等等 看到眼前的心血全复制 依据团长们实在好心疼 过去受疫情影响 表演一再拖延 想不到一把大火又把计划给打乱了 接着杜学周伟杰 胡伟伦新北市报道 紫风车剧团从1992年成立至今 已经28年了 一直以来都是以舞台剧的方式 来呈现多元的戏剧跟故事 给儿童推广儿童艺术 不过从2月份开始 一直受到疫情的影响 至少有50场的表演 通通演出喊咖 上半年度几乎是零收入的 才刚刚推出了线上剧场 改用网路平台 要让剧场人员还是可以继续 保有工作机会 没有想到竟然碰上了恶火 烧光了所有的布景道具 现在也让剧团的复工 面临了更大挑战 这里就是我们巴黎工厂的 布景绘制区 演员穿上戏服化身巫婆 透过线上频道 活泼向小朋友 介绍纸风车在巴黎的工作室 但里头每一件精致道具和布景 现在被一场大火通通烧灰 暗夜二火不仅带走了剧团的表演道具 更是烧毁了数十年累积的创作资产 纸风车剧团创立28年以来 以舞台剧和音乐剧的方式 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生肖系列 巫婆系列等等的知名作品 致力于推广儿童艺术 在台湾相当知名 包含旗下的绿光剧团 月开销就要五百万元 但从今年二月开始 因为疫情至少取消了50场表演 上半年度几乎是零收入 预估到年底 恐怕会负债高达六千万元 表演团体最重要资产是人 人没事就好 慢慢一出戏一出戏 把它补回来 原本推出线上剧场 该以网络和观众见面 也让剧场人员能继续有工作机会 这几天更会有新作品即将开始售票 但一场大火把制作完全的道具 全都烧毁 让本来就在苦称的剧团 财务上更加困难 目前文化部正在协调 紧急救难办法 最高可以补助两千万元 希望能帮助纸红车继续转动 渡过难关 接下来 新北市采访报道 交通部国旅补助初步规划 将游乐园优惠年龄 年龄扩大到19岁以下 包含了应届毕业生 都可以在今年暑假拿着身份证 叫全台22家游乐园 无限制的免费入场 这消息一出 学生叫好 还发愿说要玩遍全台 而各大的游乐园 更需摩旋擦掌 配合防疫新生活守则 规划动线 业者笑着说 最近两周 住房率已经上看八成了 疫情稳定 人潮又回来了 南投九族文化村涌现游客 业者更引颈期待 暑假到来 暑假马上就到了 我们摩肩擦掌等待这一波 满心欢喜 因为交通部拍板 19岁高中以下 韩应届毕业生 也就是2001年7月1号后 出生的学童 今年暑假凭着身份证 到全国22家游乐园 享有无限次免费入场 想要约朋友 看能不能挑战 在两个月内 把全台的游乐设施玩过一次 解封去哪玩 学生已经暖身 要踩点全台 云林知名的剑湖山世界 一个个青春身影已经报到 国旅补助 年龄范围在下修 业者乐观齐成 还赏课会增加蛮多的订单 哥哥姐姐或者是家长的部分 公司这边正在泥出一个方案 下沙很低的一个优惠 禁令就要解除 民众出外透风 宜兰的绿武园区 近两周住房率上看八成 艳阳飙高温 苏澳冷泉游客络绎不绝 全台各大景点暖身预备 要翻转旅游景气寒冬 记者组合报道 国内现在最夯的观光大使 莫过于是阿中部长了 上午他人来到了嘉义造访 太平云梯 老街以及宫庙 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 热烈欢迎 阿中部长更是力推 故宫南院是约会胜地 还说有机会要带妻子一同前往 但事情城当中也发生了小插曲 有个男子因为违反了 医事法被判十年 他在现场突然下跪 向阿中部长陈勤 而部长也被问到 李承翰父亲过世的消息 他表示相当难过 也说了社会的安全网 应该要更加紧密 阿中部长头戴草帽化身 最佳观光代言人 上午来到太平云梯 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现场请来太平国小竹乐团 打击演奏乐 还准备阿里山高山查款 带部长 小朋友也送上首绘的阿中画像 陈时中更是力推故宫南院 直说根本是约会胜地 随后阿中来到太平老街 前往三员工参拜 店家也纷纷喂食阿中 但是途中却有民众下跪成请 对李承翰父亲奏事 阿中部长也很难过 李承翰父亲奏事 会不会有二度创伤的这个问题 当然会有 我想社会的安全网 应该要值得更明一点 那修法都实施在进行 阿中部长全省走透透化身观光代言人 民众希望部长除了拼观光 也要好好休息 部长你会不会累 还好呢还好还好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